不是把这个新闻 欢迎各位帅哥美女们 来到今天的这一期 这个社会奇葩大姐 其实就是这个迷惑新闻大事 在我的这个系列当中 大家什么奇怪的新闻 都可以看得到 相信我 真的 那点赞三连关注的小伙伴们 这个身体健康必发 才必须要来一边 求求关注三连好吧 求求关注 据了解 小牛为了寻求刺激 不是把这个新闻 从万药道口 一点点塞进膀胱里 此时数据线的大部分 已经进入膀胱 只有两端实在太大塞不进去 而且将药道口牢牢地卡住了 长达三个小时的时间里 小牛也无法将数据线拔了出来 我这个小伙子 你怎么回事 数据线 那个头这么大 我的妈呀 好疼 我突然感觉鸡皮疙瘩起来了 兄弟们 有点小猫 咱们先看完好吧 咱们先看完 这下来发表 我的评价 不能正常排尿 等到疼痛的越来越剧烈时 小刘决定去医院治疗 看了一下 她在外院拍了一个片子 发现这个旁观里面 是藏了好几根数据线 都打结了 医生 医生表示 他们接证过不少类似的病例 数据线 电线 磁力株 铁钉 温度计 等各种 应有尽有 医生表示 这样的行为 很多都需要手术才能取出 而有些人 因难以启齿 不好意思去看医生 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这什么 因为数据 在长时间留在旁观的话 第一个 它肯定会造成一个排列的困难 第二个 因为长期这个义务刺激 会引起个尿路感染 如果说 这反复的尿路感染 会引起这个旁观的一个损害 甚至还有可能是癌变 帮帮团报道 哇 这个新闻也太恐怖了 我就说嘛 开幕雷击 大家来我这个视频 绝对能 刷新你的三观好吧 真有人敢这么玩哦 而且想想就恐怖好吧 这位兄弟 他是塞在里面 拿不出来了 只能借助这个手术 切开膀胱啊 我的妈呀 这也太吓人了 这可能这个打嗝啊 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是 这是打嗝 一个小时打嗝200次 这是打嗝 这是打嗝 这什么奇怪的呢 这什么奇怪的呢 我们在这个热线上 我们在这个热线上一搜打嗝观念词 就看到有30多条的观众反馈 其中有一位王女士还说 她曾经治过类似的病 我治疗队长了一个55年 她8年她也算不了啥 哦 等于说 您有好的方法 是 她找不着 找不着方法的时候呢 有的人就是 一直到死 就不会停下来 这么严重啊 那像她这个病 到底怎么治呢 这看 到底是哪龙病 每个人都不一样 哇 这个玩意儿就有点恐怖啊 一个小时打嗝200次 兄弟们 想想就痛苦啊 这个打嗝多难受 大家都知道吧 快点 他这个打嗝 为什么声音这么大 呃 呃 呃 十七岁 十七岁 实习女教 女老师 呃 这个 啊 这个 男童 十七岁女 教师 大家希望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 弹幕评论说什么 哎 让我来 啊 这个 呃 十七岁 我一开始以为是那种 很大的那种 女老师 比如说三四十岁的这种 哎 那个母爱泛滥 这个倒是有一点点 可以理解 难道这个小孩 还是真的太可爱了 让这位 这位小女孩 啊 小女孩直接母爱泛滥 我的天哪 七岁的迷惑值十分之高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三连关注 那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